相国府中 慧师盘腿坐于池边的草坪上 正在打腿 太子参从花镜上悄悄走之 在他身边盘腿坐下 慧师微微睁开眼睛 见是太子起身扣道 微臣扣肩殿下 太子参扶起慧师 先生民礼 慧身有饶了 慧师重新坐定 殿下几时回来的 刚刚回来 请问殿下 云梦山之行感觉如何呀 鬼谷果然是人皆地灵之处 即使一个童子 亦非寻常之辈呀 哦 慧师甚是惊讶 这么说 殿下见到鬼谷子了 太子参摇了摇头 鬼谷先生正在闭关前修 为身无缘拜见啊 哦 这就是了 慧师微微一笑 缓缓说道 摩说是太子啊 总是陛下亲去 此人也是断不肯见的 孙斌可曾下山呢 是的 是的 尾身将他请对来了 此人如何呀 与武安君不同 为人千功 从不谈兵 乍看上去 不似习兵之人呢 哦 慧师半闭两眼 点了点头 果真如此 当是大驾 他现在何处啊 哈哈 本来拟定 写于卫神府中的 武安君闻讯 登门将他请走了 慧师彻底闭目 半赏 又微微睁开 这个武安君 开始让人头疼了 哦 太子深惊异道 先生何说此话呀 此人要把魏国 变成一座兵营啊 啊 这如何能成啊 此番前往云梦山 魏深路上亲眼所见 天原荒芜 百姓流离失所 怎能再堪征战呢 哎 魏国多事啊 魏惠王正在御膳房用餐 疲人轻步走来 不兴奋地说 陛下 殿下回来了 哦 神儿回来了 魏惠王淡淡应了一句 伸手提筷子 家劳一块肥肉送入嘴里 大口咬嚼起来 似乎这事平淡无奇 根本不值一提 疲人一睁 兴兴地站在一边 脸上的笑容也僵了起来 魏惠王又嚼几口 似是意识到什么 猛然扭头欲说话 满口肥肉欲咽下 尚未嚼碎 也似等不及 急得呜呜两声 呸得一口吐出 喷了疲人一脸一身 疲人吃此一下 擦不敢擦 躲不敢躲 蒸蒸地傻在那 目光呆滞地望向惠王 魏惠王腾出口舌急问 你方才说什么 神儿回来了 疲人一时黄疾 竟是说不出来了 只好点头示意 魏惠王两眼大睁 孙子来了吧 疲人又是一番点头 魏惠王呼地站了起来 几步走出御膳房 口中叫道 快快快 宣他书房进见 不及疲人答话 就又停下步子 扭过头来 呃 孙子人在何处啊 疲人总算缓过神来了 急前一步小声说道 回禀陛下 孙子已去武安军府上 哎 被折 寡人亲去养他 疲人略加迟疑 陛下 夜已深了 陛下若是兴师动众 恐有不便 再说孙子既在大梁 陛下遇见 也不及在眼前一时 老奴 见惠王摆手 他赶忙止住了 魏惠王四眼冷静下来 缓步转回 点了点头 嗯 你说的是 贤婿与孙子也有一年未见了 让他们叙叙旧也好 你去安排 明日晨起 宣二人前殿进监 照身而来 殿下已在书房外 等候复旨呢 魏惠王闻言 旋即转身 大步朝御书房走去 一日晨起 旁娟引领孙殿 早早地迟往魏公 远远望进宫门 旁娟笑道 孙兄你看 陛下殿下都在那 迎你来的 孙殿抬头 果见魏惠王 太子身 皮人 以及宫中 近视一堆三十余人 站在宫门外面的台阶上 无不引进厚望 看到他们的车马 魏惠王迈步 走下高高的时机 迎至阶下 孙殿 急对旁娟道 贤弟 快 停车 旁娟 叫旁聪 停住车马 与孙殿下车 并肩迎向惠王 双方在宫门外面 约五十部处相遇 孙殿旁娟 屈膝跪下 各拜三拜 旁娟再拜 叩道 微臣 叩见陛下 魏惠王朝他点了点头 随口说道 请免礼 孙殿 也再拜叩道 草民孙殿 叩见陛下 魏惠王却不答话 只将笑一堆在脸上 两眼微微眯起 上下左右不停地打量孙殿 好像他是来自异域的西客 孙殿不见腹化 只好五体投地 动也不动地扣在那 过了片刻 魏惠王陡然意识到什么 急前几步伸出双手 将孙殿扶了起来 哎呀 孙子 请起 魏惠王扶起孙殿 拉住他又是一番打量 点头赞道 孙子 好仪表 既有儒雅风度 又有宣昂气势 国是明家之后啊 孙殿一道 陛下褒奖 草民 愧不敢当啊 二人只在这里说话 不知不觉中 竟将旁娟亮在一边 旁娟又跪一时 见惠王仍然没有记起他 只好兴兴爬了起来 不无尴尬地厚于一侧 听到惠王赞誉 旁娟偷眼望去 果见孙殿身上有一股浩然之气 与在谷中时大不一样 心中微微一领 跨前奏道 陛下 此地风寒 莫要伤了龙体 魏惠王朝旁娟看了一眼 呵呵一笑 爱情说的是 此地不是李贤之处 说着 他转向孙殿 拱手一一 孙子 宫中续话 孙殿 还了一一 陛下先请 魏惠王不由分说 上前携着孙殿之手 静自走去 旁娟见状 又是兴兴一笑 与太子身并肩跟在身后 到前殿之后 大家分兵主坐下 魏惠王转向孙殿 拱手说道 寡人望孙子之来 如可思隐 孙殿抱拳回忆 草民初来乍到 无尺寸之功 却蒙陛下如此垂碍 实在惭愧啊 魏惠王在意 孙子为天下大贤 寡人本当亲去云梦山 恭迎大驾 无奈国事繁荣 一时走不开 请身而代劳 这已是失礼了 金蒙孙子看重 恭身至位 寡人未能交迎三十礼 这又失礼了 孙殿感动 起身叩拜 声音略略哽咽 陛下 魏惠王再次起身 将孙殿扶了起来 携他回至席位 按他坐下 复制自己席前坐定 充满爱意的 将目光望望旁边 又看看孙殿 感叹道 不瞒孙子 寡人自得庞爱卿 是国为大振 闻孙子与庞爱卿 同窗共读 已有大成 寡人心中挂念 也不成媚 诗月 清清紫禁 悠悠我心 此之未也 今得孙子 寡人总算能睡 安稳了 孙殿抱拳道 陛下 知欲知恩 草民必 节草已报 魏惠王 抱拳还礼 话入正题 孙殿 孙殿 为地处中原 由齐 楚 秦 赵 汗 五大强敌 环四 为四战之地 寡人 自成 大同以来 东 幽 西 幻 无一 宁日 前几年 秦人 自西 来 夺我 河西 数百里 占我 寒谷 要塞 威逼小关和河东 前不久 齐人自东来 兵封 斜逼大梁 幸有 庞爱卿 中流砥柱 方使寡人 转威威安 痛定思痛 寡人决定 恢复 先王铁骑 重组 大魏五族 再阵 大魏雄威 这是大事 为庞爱卿 一人独立 难知 爱卿 此来 适逢其时 庞娟从这几句话里 探知 惠王已是 基本赞成自己的 阔君奏案 心中大悦 面上 却是声色未露 只将目光 缓缓 移向孙殡 希望他能 推波助澜 最终 促成此事 孙殡 缓缓 应道 陛下壮志 草民不胜敬仰 草民有一言 不知当讲否 爱卿 但说无妨 先圣老丹曰 兵者 不祥之气 不得已而用之 老丹又曰 以道 以道 左人 主者 不以兵强 天下 大军之后 必有兄年 是以草民 孙殡 接连引出老丹之语 庞娟已知 话头不对了 连使眼色 又打手势 不让他再说下去 孙殡看见 只好指住话头 卫慧王身子 微微前倾 眼睛盯住他 孙子 请说下去 孙殡望了一眼旁渊 迟疑有情 继续说道 草民以为 先圣之言 不可不查 自古迄今 圣人之事 没有一人是靠 兵强马撞 打出来的 呃 这 卫慧王略显不快 收回前卿的身子 请问孙子 兵若不强 马若不壮 倘若有人打上门来 寡人何以拘之啊 孙殡报了报权 回禀陛下 治国必以兵备 但兵备 当以西征为止 不宜 世强后战 草民先祖孙无子说过 百战百胜 非善之善者也 不战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谋 其次伐交 其次伐兵 其下攻城 卫慧王的脸色阴沉下来 宁眉私存有情 微微点了点头 听孙子之言 寡人耳目一新 关于治君用兵之法 寡人择日讨教 孙子听旨 孙殡 缓缓起身 叩拜于地 草民厚旨 封鬼谷世子孙殡 为客卿 赐客卿府一出 仆从三十名 黄金三百 锦断三十匹 似有功绩 另行封赏 孙殡再拜 微臣 谢陛下封赏 微臣告退 爱情慢走 返回途中 庞娟埋着头 一句话不说 快要走至武安军府 庞娟终于摇了摇头 长叹了一声 哎 孙殡抬起头来 贤弟 殡 是才所言 哪儿不妥吗 哎 孙兄如何能在陛下面前 说出不战之词呢 啊 孙殡略争了一下 贤弟 殡 心有所想 口就 哎呀 孙兄啊 不带孙殡说完 庞娟白手打断了 身为将帅 若不征法 陛下养之何用啊 啊 孙殡大是惊讶 贤弟 好了好了 庞娟再次白手打断他 小弟恳请孙兄 此等话语 今后莫要再说了 否则 朝中就会有人将我鬼谷世子 看作贪生怕死之辈 与先生面上 无光啊 孙殡不再说话了 两眼茫然的望着庞娟 庞娟爆出一笑 朝孙殡肩上轻拍一掌 面色合跃起来 大声说道 好了 孙兄 莫提这些不快之事了 明日若无大事 随娟弟大营地瞧瞧 孙殡点了点头 啊 唯听贤弟吩咐 一日晨起 庞娟如约 邀孙殡 持入城南中军大营 同时使人请来了司徒白虎作陪 如前番惠王侍察一般 向他们展示了三千虎奔的虎威 看过历世的精彩表演 庞娟不无得意地望着孙殡和白虎 这些将士不知两位看得入眼否 白虎叹服说 哎呀 看庞将军带兵真是没个说的 有这样的勇士冲锋见阵 何阵不鲜呢 三千虎奔各有所能 永贯三军 皆为哲其夺帅之势啊 孙殡也赞道 先帝此念甚好 打蛇先打手 擒贼先擒王 这些勇士若能一举掠获敌方的将衰 或可免除更多刀兵啊 庞娟爽朗一笑 承蒙孙兄夸奖 好一句 擒贼先擒王 小弟养他们 为的就是让他们擒王啊 庞娟说着 略顿了一顿 手指前面一处迎仗 孙兄 白兄弟 前面就是中军大仗 请 几人走进中军大仗 公子昂迎了出来 领他们走至一侧 伸手接去照于其上的锦段 献出了沙盘 望着如此精妙之物 莫说是白虎啊 纵使孙斌也是惊奇 庞娟笑道 孙兄 此盘为小弟亲手设计 专攻诸将交战之用 孙斌探计划 哎呀 贤弟用心良苦 在下敬服啊 公子昂常叹了一声 半是讨好庞娟 半是遗憾地说 哎 回想当年河西之战 魏昂若是有此杀盘 公孙央如何能生啊 眼下的庞娟 跟一个月前完全不同了 不仅身为主将 在军营里高出公子昂两头 而且在爵位上也不逊色于他 因而言语举止 早不似先前迁功了 听闻此话 非但不去领情 反倒从鼻孔里轻轻哼出一声 阴阴一笑 哼 河西之战当时败在本将身上 如何能怪安国军呢 白虎却未听出话音 睁大眼睛盯着庞娟 河西之战与庞将军并无瓜葛 庞将军何有此说呀 庞娟不无掖喻 此事怎能与本将无关呢 若是本将五年前就已摆出此盘 他公孙阳如何能生啊 公子昂面红耳赤 一时窘在那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